大家好 新年快樂 又來一輯突發新聞 就是中國政府正式宣佈曾經是中國首富的馬雲旗下支付寶 正式納入國家的資產 他當然不會用充公兩個字 他說話很文明 叫做央行同意支付寶中國變為無實際控制人 即將支付寶納入給國家共同富裕 消息一出在國內未潤出去的富豪 搞到他們個個都震過貓王 國家將會一層一層共同富裕 除了馬雲之外 其他在中國國內的大媽傻都難逃一結 今集就和大家分析一下 為何他在這個時刻啟動共同富裕 為何他要這樣做 支付寶和螞蟻集團對他來說有什麼價值 這樣做對未來中國經濟有什麼負面影響 還有更重要的是這股共同富裕的風氣會不會蔓延到香港 萬一真的吹到香港 有什麼手段可以實施這個共同富裕 大家好我叫Alex 有很多觀眾叫我做澳洲Alex老師 我也有出版澳洲書籍 目前是澳洲書籍的銷量冠軍 也是澳洲會計師事務所的合夥人 以及持澳洲地產牌照的澳洲流專家 歡迎收看土豪TV 在2023年12月30日央行正式宣布 在一份叫做2023第189號文件中 同意批准支付寶 變為無實際控制人 好聽點就叫做馬雲致願捐一間公司給中國 實際上就是充公 你說他腦粒也可以 打劫也可以 屈你也可以 文件中寫得很清楚 包括馬雲座內的10名自然人 分別獨立使用行駛權 決定將馬雲的股份降至6.2% 在調整之後 意味著馬雲不再對支付寶 以及螞蟻集團擁有實際的控制權 文件就沒有提過哪一個會實際控制這間公司 他只是說集團正在進一步推進公司的治理完善 簡單來說叫馬雲這個白手套 將股權的控股權交給中國政府 他之所以這樣做就是貪圖支付寶的網絡 以及客戶群 有去過大陸的朋友都知道 支付寶在中國國內的滲透率是非常之高的 無論你搭車吃飯去超市交學費 全部都可以用支付寶 除此之外支付寶也擁有海量客戶購物資訊 包括很多個人的資訊 哪個購物什麼時候購物 買了什麼通通可以透過數據鏈 這個數據庫得到這些資訊 有一點大家想不到的是 支付寶未來有機會 未來可以被政府利用 作為推動政府推出的電子貨幣平台 以及用來控制和監控中國人 使用電子貨幣平台 未來中國政府出糧給公務員 用電子貨幣出糧已經是一個大趨勢 為什麼這樣做呢 就是為他未來推動計劃經濟鋪路 年輕的朋友你可能未聽過 什麼叫糧票 在毛澤東死亡之前 中國改革開放之前 中國是使用大量的糧票 當時在中國購買食物 衣服 米 油 鹽 是要用國家批出的糧票 當然幾十年過去 現在時代和科技進步了 但是都是換湯不換藥 為了更好地控制國家資源 不想中國人民亂花錢 習主席用心良苦 希望大家可以共同賦予使用國家推出的電子貨幣 所以在這個時刻 決定踢馬雲出局 也是一個很合情合理的事 他這樣做 都是想為大家好的 正所謂集中精力 才可以辦大事 馬雲一聽到國家的好笑 也是意不用之 立即將他手上的股份 貢獻給國家 下一個問題是 這一股共同富裕的風 會不會出香港呢 我的答案是當然會 因為香港一早已經回歸回中國 作為中國的一部分 在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藍圖中 是預了香港的一份 正所謂有錢齊齊玩 共同富裕 有這麼好的東西 當然是預算你一份 以下是我個人的預測 你適合的就繼續聽下去 不適合的你就當我亂說 我個人認為 他有三個層面在香港特區 推動這個共同富裕 首先就是要求香港的大媽傻 仿後馬雲的精神 將他的股份捐出來 將他的名下的企業 變為無實際控制人 上兩集有出過條片 懷疑李嘉誠 以及香港其他大媽傻 已經被勸喻留在香港 不要到處去 我會把影片的連結放在 Discretion box上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 包括某些開發商 在新界元朗團了很多地 以及新界原居民持有的地皮 國家都希望你把他捐出來 因為共產黨是最討厭地主的 他們最討厭地主的 在1950年代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的初期 在中國大陸的土地上 進行過多次的土地改革 所有擁有地皮的地主 通通被打倒 要把他的地拿出來捐給國家 拿回地之後 政府推行土地集體所有制 之後更加成立農民公社 以上講的全部記錄在黨史中 有根有據 不是暖鋼的 所以未來和記黃暴中心 有機會改為熱愛和平大廈 長江中心有機會不需要改名 新鴻基中心有機會叫做新中國人大樓 第二個層面就是一些關鍵的公園機構 包括一些重要的設施 以及一些戰略性的資源 好像碼頭、電力公司、電訊公司、航空公司 通通都會由政府直接或間接控制 所以未來對於無實際控制人的名次 你會越來越不陌生 這個亦是擁有中國社會主義特色的新名詞 為完成人類命運共同體再埋進一步 第三個層面就是 針對香港的中產階層 以及仍然留在香港的有錢人 它有幾個手段可以做 全部都是合法的 香港政府和中國政府是不會做不合法的事 首先就是對於持有物業 或者投資的朋友就加這個猜向 如果有物業在香港的話 它加差向你是不能走的 香港所有物業都是這個態度 根據香港的法律 其實所有物業的土地都是屬於政府的 其實你是跟政府租的 租約期一般都是99年 有些是會短一點的 重點是對於一些未來租約過期的物業 香港政府是可以不跟你逐租 收回地 行不行 是行的 是完全合法的 即是說 文明的中國政府可以透過多種文明的手段 包括無實際控制人 以及透過調整香港的稅率 以及土地不同理續約 完成這個共同富裕 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偉大目標 最後就是它這樣做 對於香港和中國的經濟 有什麼負面的影響呢? 第一個影響 當然是會加速資金的外途 會有越來越多的人賣樓 以及將資金和資產調出中國 以前放在香港都安全 但現在通常都會放在新加坡、澳洲、英國、加拿大、美國等地方 不是賣廣告 我在近這12個月已經幫助很多來自中國大陸 特別是來自上海的客戶 將他們的資產在澳洲進行投資的安排 第二個負面影響當然會嚇到外資的銀行 有機會會對現有的借貸進行call loan 起碼未來不敢借錢給你 最後就是海外的投資者 是不會敢再投資在中國和香港 好 今集就聊到這裡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希望你訂閱、點讚和幫我分享出去 還有記得按個鈴鐺 有新的影片會馬上通知你 感謝收看土地藝 我們下次見 新年快樂